换上结石病,用此物50克煎水喝,让舌头乖乖排出来。 结石病是一大类疾病的总称,主要包括胆结石、肾结石、膀胱结石、输尿管结石等等。 其中,肾结石、输尿管结石和膀胱结石,作为尿路结石,一旦急性发作,患者往往痛苦不堪,而且经过规范治疗后又特别容易复发。 那么,我们有没有办法在缓解七自我治疗结石? 当然有方法。这就是利用中药金钱草。 准备金钱草50克,洗净之后,加水大约500毫升,煮沸5分钟即可服用,每天一剂,分三次温服。如果条件允许,最好在其中加苦涨30克。 换上结石并,用此物50克煎水盒,让石头乖乖排出来。 此方中的金钱草,被誉为中医最好的排石药。 它具有清热力师,通灵排石,消毒散淤的功效。 中医认为,胆结石,尿露结石,都和中胶,下胶的湿热有关系。 而专门清热力师的金钱草,对这些疾病可谓直中病激。 因此,金钱草的水尖液,对膀胱炎,密尿系统结石,胆结石,胆囊炎以及前列腺炎等,都有治疗作用。 患上结石并,用此物50克煎水盒,让石头乖乖排出来。 如果可能,我们加入虎杖更好。 虎杖是一位既能够通清热力师,又能活血止痛的中药。 它和金钱草一起产生作用,对疾病的治疗效果更好。 到了秋冬二季,人们的银水普遍减少。 这就给尿露结石的发生提供了土壤。 因此,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增加饮水量,尤其是从前患过此类疾病的人,最好每天饮水2500毫升以上,以维持尿色的清淡维度。 喜欢这篇文章吗?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。 结石病是一大类疾病的总称,主要包括胆结石、肾结石、膀胱结石、输尿管结石等等。 其中,肾结石、输尿管结石和膀胱结石,作为尿露结石,一旦急性发作,患者往往痛苦不堪,而且经过规范治疗后又特别容易复发。 那么,我们有没有办法在缓解七自我治疗结石? 当然有办法。 这就是利用中药金钱草。 准备金钱草50克,洗净之后,加水大约500毫升,煮沸5分钟即可服用,每天一剂,分三次温服。 如果条件允许,最好在其中加苦胀30克。 换上结石病,用此物50克煎水盒,让石头乖乖排出来。 此方中的金钱草,被誉为中医最好的排石药。 它具有清热力师,通灵排石,消毒散瘀的功效。 它具有清热力师,通灵排石,消毒散瘀的功效。 尿路结石,都和中椒、下椒的湿热有关系。 而专门清热力师的金钱草,对这些疾病可谓直中病激。 因此,金钱草的水间液,对膀胱炎,密尿系统结石,胆结石,胆囊炎以及前列腺炎等,都有治疗作用。 。 患上结石病,用此物50克煎水盒,让石头乖乖排出来。 。 如果可能,我们加入虎杖更好。虎杖是一位既能够通清热力师,又能活血止痛的中药。 。 它和金钱草一起产生作用,对疾病的治疗效果更好。 。 到了秋冬二季,人们的银水普遍减少。 这就给尿路结石的发生提供了土壤。 。 因此,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增加饮水量,尤其是从前患过此类疾病的人,最好每天饮水2500毫升以上,以维持尿色的清淡维度。 。 喜欢这篇文章吗?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。 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